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去打了这个魂兽 然后把兽营上传了 终于把第一天的2P上传了 然后一会过神了 大家就能看到了 另外就是带了别人做的一次这个纠卡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两分钟对不对 那还有两分钟的话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学院次数三次找回 然后打一下这个学院 为什么要打学院呢 因为学院它是魂尊九十几 那我们上一等级是魂尊 那杀戍之都是魂尊七十几 所以学院相对给的这个经验会更高一些 然后我们六倍挑战试一下 这里它自动鼓舞 然后我们这里还可以提高一下 我们的这个经验等级 然后刚才打魂兽的时候给了一个碧灵子毒 这个可以用作升星的素材 给我们这个绝多士升一下 好的角度是 不知道赌角度是还是赌绝都是 这里不管了 然后我尝试着回了一些人的消息 但是还是有四十条消息没有赌 我真的很郁闷 然后我们的经验药水就是两倍 两倍就挺好的 虽然我们背包里还有2.5倍 但是我不打算用很多的这个经验药水 然后现在看一下这个经验给的怎么样 好的 给了1500亿的经验 这个经验是多是少 我不清楚啊 我先升一下级 等级一定要平均的升 OK 然后我们排行榜看一下 等级排行 等级排行现在 哇 小元已经冲到了886 那我们今天必须得要用杀戮之都的次数了 然后我们准备去守了 守了史莱克 但是我想买一下这个荣誉 荣誉虽然不划算 但是先买了吧 然后这个肠子我看一下 买完之后会出什么 什么也不出 这肠子不划算的 然后收回一会选择香肠 荣誉 荣誉 好的 荣誉为什么要买的 是因为这个火线我想买一个 然后这个金刚熊的话 我看现在就930 930买不了琉璃碎 那我买个别的 比如说买个凤凰火线 我觉得就可以吧 好 先囤着 到时候等明天后天升级方便 然后这个就先这样 然后来史莱克 史莱克在哪 史莱克 来 我们进来看一看 然后需要团结合作 好的 然后我们先 这个规则我都知道 不要讲了 好 快让我走 Let me go 好 规则我都知道了 去去去 不要打扰我 这里有人 这里有人吗 这里 看到了 好多人 外围小镇 然后继续打 都是17级 这一看就是电脑 那就往前打就OK了 然后顺着打第四级 第五级 然后第六级 第七级 第八级 他们怎么都是17级 好奇怪啊 以攻下外围绍战 即将前往天斗帝国 OK 一天之后才能打这儿 那我今天就只能在这里了 看一下汇总 战暴汇总 OK 你看这个对方玩家名称都没有 啊 怎么回事 不知道 然后看一下排行 今天是没有这个个人和作文排行的吗 游戏卡了 这里我们打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 应该是只能到这儿 然后排行的话 可以看到了 那么多人 全都到了八级 那么菜吗 这个一点都不难 然后给30公薰160的荣誉 到时候 给100留的荣誉 我们还可以再去买一个公环 弱水3000 功勋第一 地宇天启 排名第二 只能到八级 没有办法了 那反正 个人第一和团体第一 我们都是 稳难了 哇 这个好点 第一天我们就 结束了 天呐 比拼的就是 哪个作文 活跃人数最多 然后管理一下 这个作文人数 看一看 这里的话 9小时之前 这个家伙和这个家伙晚上没有来 这个10小时之前 有点过分了 超过15小时的我就踢了 我编辑一下这个作文的这个公告 OK 离线15小时 会被踢 然后作文 等一下这个宝箱 有人又充值了 和咱们没关系 这个算阳长 不划算 我还以为 加了一万的战斗力 还凑合 给了两个套装石 龙之夜 鸡皮龙之夜 作文简单 幸运宝箱 开一个 OK 然后天赋先不升级 锻造 锻造 不强啊 可以换一个装备 魂环这里 先不用管他 然后 邮件 邮件还是这个 魂兽的邮件 然后我们升级下 我们的这个魂环 魂环的话还是 给这两个升级 给皮操之后升级 等级 哇塞 哇塞 好菜 就只能到这儿吗 哦对了 那个人 他用激励胆力 来偷我的这个攻击力 所以他的那个输出 很高 我靠 这个是他挺变态的一点 不过他不一定能偷到我的 这个攻击力 他有可能偷到我的 这熊的攻击力 邀请的话是 精英赛 哇靠大哥 今天不开精英赛 邀请我干嘛 然后我们 现在得要着重想一下 怎么样 升级下我们的这个 经验等级 经验的话 他们是898 对吧 那我们差 50级的样子 感觉今天还非打 杀戮之都不可的 就是比谁的这个次数多 那没办法了 啊 有点后悔 我是不是应该去磕一个 2.5倍的剑药水呢 两倍和2.5倍扎的不是特别大 先看一下 我就只有一个两倍 2.5倍的剑药水 把它磕了吧 我感觉要打不少的 这个杀戮之都和学院 明天下午就要回大号了 他明天下午要回大号 那我们到这就把它踢了 好 但我们要在这礼貌性的回个 好 之后 打学院还是杀戮之都呢 先打一下学院 再打一下杀戮之都吧 这人太过分了 都让我把这个次数都用掉了 好吧 不过也就比拼这一天 对不对 哇塞 哇塞 给了1600的 1600亿的经验 但是1600亿啥也不是 说实话 好的 我们现在等级还差人家不少 来看一下 我们是857 这里的话 大概是差40几 40几真的挺多的 我们只有只能打下这个杀戮之都的次数了 既然要打杀戮之都的次数 那我们就先把昨天的找回 诶 等一下 今天有精英赛吗 那没有吧 周一三五开 我们今天是周六 没有 一级售魂选择宝像 我们选择一下这个300年售魂 哇 这个学院给了300年售魂 还可以耶 要升哪个呢 我觉得都行 给这个旧宝之力升一下吧 只剩了一点点 然后 到了850几了 可惜 可恶 这个力量今天就是差了120点 我去 太坑了吧 混合总年份 700年 把这两个都拿到也就加8点 没有用 然后明天 然后今天12点以后 还得要把这个学院和杀戮之都的次数用完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用完之后 我们才能领 开服服洞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我记得有一个排行榜的 哦 福利大厅里面 这个等级排行 5角色浑宗30级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 4角色浑宗30级上了 到时候谁先升到 5角色浑宗30级 谁就有资格领取这个 冰火之拳 这个还是挺关键的 very critical 那我们现在 就只能去打下这个杀戮之都了 9角精英赛 哇塞 大哥 好厉害 强化两下吧 然后套装 套装可以 可以来一个一阶的 非常可惜的就是 这里魂环还比不过人家 魂环年份的话 我们是 差了人家3000年 差的不多 我要是把这个学院打完也差不多 但是我这个 别人还有那个背包里的那个次数 对不对 他应该是昨天打了不少的 这里的这个 这个魂熟森林的次数 我昨天没有怎么打 这个魂熟森林 一个是懒 一个是觉得太贵了 不划算 我想留着以后打的 结果 这里 准备挑战一下这个 刚好遇到这个家伙了 凤尾机关蛇 那我们准备打一下 我看到一个带性魂环 这个死亡印记 我不要 然后给了32个绿色石头 好少啊 现在买真的太不划算了 那我就不跟你抢了 这个八个线 但也是太可贵了 我就把特训用了吧 25块一次 25块一次 都用了 啊 30块一次 有点拼了耶 不太好吧 哇 这个特训太贵了 五十之刃 更好的魂环 别诱惑我好不好 然后我们 现在就只能去打一下 杀戮之都了 我现在 迫不得已 只能打下杀戮之都 而 他们用的其实是 五倍经验药水 我们都是打一样的怪物 给的经验 其实基础经验是一样的 多的东西就是 我的魂骨 有一些经验的加成 另外是这个天赋 我点的比较好 我一开始就把这个 经验的这个天赋 给加好了 那他们这些人可能 一开始不懂 但是也不一定 感觉我的这些玩家 都挺会玩的 诶 他是前戏要投入 还需要投入六点 好吧 慢慢来 这个到时候 到时候会重新的 再去吸点 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我现在就 磕着两倍金药水 打压杀戮之都 有点亏的 因为要追他们的 这个等级 不容易 哇 还是杀戮之都给的 经验很高啊 直接给四千五百亿 不知道能升多少级 看一下 OK 来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经验排行 哇 还差人家八级 今天都是疯狗吗 哇塞 这害得我要把 学院和杀戮之都的 次数全用了 他们这个五倍金药水 真的蛮坑的 不过 他们已经用了五倍金药水 到时候等到 第五天 第六天的时候 我把这个五倍金药水 一颗加上 史莱克学院成熟的 这个buff 到时候能加 很多很多的 这个经验 那没有办法了 我想想 我们再来五倍挑战 肯定就OK了 真的 只要再挑战一次啊 肯定就OK了 肯定我们就第一了 包括他们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的 杀戮之都的次数啊 真的烦 好的 先五倍挑战一下 好的 给了三千两百亿 我们一共要升八级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好的 现在我们等级和 他们应该就是一样的了 然后等到十二点前 我们再升级 如果十二点前 有人要超过我们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经验用了 如果没有人 要超过我们的话 我们就在十二点之后 再用这个经验 到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经验的时候 就给第五个角色使用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确定 是能够拿到绝版回味 我们就把这个经验留着 明天再用 明天用的时候 这个角色 能够获得这个经验以后 尽快地升级 升级以后 我们就尽可能快地拿到这个冰火之拳 和这个升级单 这样是最好的 然后现在他们还是有能力再升一些级的 比如说 他们应该是已经次数都用完了 但是有可能他的这个升级单还没有用 升级单没有用的话 有可能再提升级级 我这个一千 两千一百亿的经验 应该能再提高二十几 然后还有一个学院次数和两次特训次数 这个其实已经很极限了 遇到上面越南 就看他们要不要冲 你们如果要 就是他们逼我逼太狠了 我不过 不过还好 我没有把这个威尖钥匙用掉 我到时候还是能够发挥这个更大的价值 我就先排第三也挺好的 然后就先等一等 然后等到十二点前 我们再探索一下 好 然后现在做点啥 OK 这个零了 这个魂兽太亏了 我现在不想打了 我觉得五块钱一次 我担心什么 我担心比如说 第三天比拼的是谁的魂花年份高 那我就醉了 因为他只有打这个野兽 他才会给你这个玩意儿 百年兽魂 这个百年兽魂 我想想啊 我们最后八次 五八次 买吧买吧买吧 好烦啊 只有买了这个 我们才能有这个素材 去升兴 不是去进阶 进阶以后 我们等级才能比别人高 然后这个凤凰校电机 我现在不想升级它 如果要升级的话 其实可以升的 然后再想想 学院也没有用 所以还好吧 今天 打乱了我的计划 因为大家的超能力 超票的超能力 比我想象的要强 所以导致我用完了 今天的所有的这个 杀户之都的次数 和学院的次数 然后我现在 其实还有机会 就是我把这里的令牌 两个令牌 两个学院的令牌 和一个杀户之都的令牌 用了 我其实还能再精进一点 但是没有必要 然后这个绝版魂环 给我们的第五角色 好的 明天肯定能解锁第五角色了 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这里 要不要先升到900级呢 先不升吧 先就这样 然后肯定是 我们这三个人争了 这个人应该也是个 大佬 哇 大佬大佬 经2800万的血量 他的父皇是2800万的血量 我们的只有2200万 这差别是差在哪了呢 我没有看懂诶 哇塞 这位大佬 你的血量怎么那么高 看一下 你看这个等级也是一样的 它是 它是这样的 它是把这个先强化到了152级 诶不对 这三个都是151级 然后他还给这个强化了呢 我靠 不会是魂环的年份吧 那这些所有年份都是3500年 一个就加7万 那加不了那么多的 魂骨的话 哦 它已经变成金眼八珠毛了 金眼八珠毛 那咱们不羡慕它 然后幻彩魂骨 两套 哇 这个也挺给力的 咱其实 没有比它厉害多少 然后天启 杀地剑加22% 还行 然后这个套装的话 它是 诶 全给了凤凰 我的话没有全给凤凰 魂脑气和咱们差不多 哇塞 这个大佬 血量竟然比我们还高 高了600万 哇太嚣张了 不过我们攻击力比它高 它是60万 我们应该是 多少 85万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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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这有问题的 好吧 不过不用太在意 然后我们把 这里的烤鱼用一下 加了210亿 好吧 又可以升一击 这个烤鱼也太菜了 然后这里的话 还可以选一个这个 300年的射魂 那我们又可以升级了呀 那我就给这个 还是给这个主宝质力升级 OK 诶 好的 我们到了 七万年了 只有废物的魂师 烈魂令牌 烈魂首令 放入仓库 先不要烈魂 我看一下 等级 不对 我看一下 魂环百行 它就比咱们高一千 这个是 想抄它随时可以抄的 我的 有几个魂环还没有升级 这个先不升级 黑市这里 哦 先扫道吗 扫道还不扫道 诶 这里有自动购买了 终于有自动购买了 然后我们就要 自动购买一下 这个魔金和 硬牌 OK 这两个自动购买一下 刷新 这个也买一下 好的 最后刷新一次 售魂买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 使用这个硬牌 得到更多的售魂 到时候用来升级 但是没有必要 我们留着给之后的吧 看一下今天晚上12点 他们会不会逼我 哈哈 好的 那我们 十 十二点前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 呃 我们准备来抢一下 这个 排养吧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等级 现在排第几名 好 第三名 八九八 感觉这两个小鬼 要往前蹭一蹭了 我记得八九八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还剩1500亿 关键的1500亿 来看一下 等级等级等级 啊 904 他也是904 哎呀 那只能再升 刺激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鹿木园 小鱼儿啊 加油 加油 看好你 他为什么不平均的升呢 平均的升 这样的话升得更多一些 来来来 我们去打下学院吧 打下学院出来 把自己一个次数用完 哎呀 这给了250亿 也还行吧 那我这样就把学院和杀鱼之都的次数全都用掉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主要是盯着最后三四分钟 看一下他会不会超我们 然后我们先打下这个切锁绑吧 把这个小三打一下 好的 那我们是26分 稳稳的第一 但是今天不看这个 主要是看这个等级904 908 904 主要是看一下这个第三名 他会反超 因为他停留在这儿 很长时间了 898 我们最主要是盯了最后一分钟 一定要拿到这个绝版的魂环 好吧 不然我这个VIP十五就白瞎了 这里给了荣誉 这荣誉是我们去打那个史莱克学院 他给了一点点 那刚好有500荣誉 我们可以看看要不要来一个大理金刚吼 这个大理金刚吼 我们可以来一个 来给你换上 现在可以换一个星级魂环 不错不错 然后我还可以给你强化一下 OK 紫色装备宝箱 哇 给了五件紫色的装备 武器材料宝箱八个 最后的两分钟 先不急 他们就学 学一个 OK 这里只有两条消息了 来得及吗 前二才有绝版 谢谢 机型 OK 再来看一眼 908 小圆应该超不过我们 这个我还私下问了一下小圆 我问他这个 还能不能再往上升 他说他不能了 然后我就差不多 高他四级吧 然后领下这个材料 作为简单 升一下 然后都是57级还行 之后的话 作为科技 作为科技懒得升 最后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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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分钟过了之后 我们就赶快角逐 福利大厅的这个奖励 不对 这得要等到五点钟才行了 因为他得要五角色解锁 那得要等到今天五点钟 我们今天五点钟得要上线 哇 好辛苦 来看一下等级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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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 我感觉不太保险 最后我们再升两级 我们还可以再升两级 但算了 但算了 天哪 主要是他们磕了 这个五倍经验药水 真的让我有点烦 有的去竞争不激烈的 600多就拿到第一了 你看我们服 你看看 这个700级都排在第二十二名 就玩个喘子啊 OK 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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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第一 我们是第一 哇塞 我们是第一 太棒了 太好了 开服的活动 等级排行中完成指定条件 给了两金颜单 这是我没有领的 然后他强行发给了我 恭喜在等级排行中 获得第一名 绝版魂丸 领取一个 还有一个镜像场 然后昨天的 竞技第一 然后这个还是五个终号 那个魂环我们没有拿到 然后 哎 海盗团长来了 就等的就是你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现在来看是非常划算的 好的 支付完成 领取一个 我要赶快把它买了 买了之后 他赶快再给我 多送几个 几个 其他的东西来 然后充值福利 先领取 然后 我们之后再 再充点这个其他的 应该这个海盗团长 还会再来的 过一会儿 然后我们把这个点了 之后我们把这个 绝版魂环打开 绝版魂环 我们想要一个 凤凰笑天机 来吧 好的 然后我们把 凤凰笑天机换一下 这是1600年的 换一个1000年的 但是是两星的 然后我是不是还可以 给凤凰笑天机升级呢 笑天机 笑天机 哎 需要升级到3000年 需要升级到3000年 就可以了 那我给凤凰笑天机升级一下 笑天机 啊 只升到了2000年 这个 百年收魂不够了 然后商城的话 我们可以买一个 至尊宝箱 因为它是每天 12点钟刷新的 好的 我们的汉海 我们的汉海 乾坤又要有进步了 这里 OK 限时单 看一下是到 什么时候 这个 寿魂礼包 选第二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限时单 它是 到12点 刚好是 15号的12点 中午12点 那来得及 早上我们在用 早上我们把 等级升完之后 我们再用 这个 使用了 镜像场 使用一下 镜像场 其实还是挺给力的 加了 5万 哇 一个镜像场 加了5万的战斗力 不错 小拉长就一般 然后 生命魂石 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下 生命魂石 好的 汉海鲜 升到了第六级 哎 帮一下大家 嘿嘿 哈哈 没注意 那12点已经过去了 它没有传功的机会了 不行 等级太低了 等级那么低 你还想进来 这样吧 等级进 前30可以进 然后魂石补贴 我们领取一下 就双城 哇 双城的荣誉 哪来那么多荣誉 好奇怪啊 那我们可以 兑换一个 不动迷茫生 然后这里 我直接要 这个重力屏障 就是说 你的肉 一开始没有肉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 重力增强 因为这样的话 它敌方 单位越多 你自身的 这个伤害减编越高 它能够自保能力就越强 但是得到之后 你的肉 比较肉了以后 你就要开一个 这个重力屏障 因为比方 比方说 对方的是一个龙 它不会打你的 这个熊的 它直接打你的后排 那你就来一个 重力屏障 提高全队 受到的 的 这个减伤 其实提高全队 的伤害减免 然后我们要一个 这个吧 如果要一个这个的话 就不能买 不动迷惘参了 我们想想 我们可以要一个 圣光琉璃碎 来个琉璃碎吧 这个是给我们的 这个主弓塔 换上的 琉璃碎 对不对 是这个 在这 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给 魂魂生下集 我们就 给我们的 凤凰念碎生吗 可以给凤凰念碎生 但是它已经5000年了 对了 我想看一下 开服第三天 比拼的是什么 比拼的是 抖罗之路的关术 那还好 我们现在排行是多少 排行是一样的 都是165级 那就看明天了 明天我们应该会 拉开下去的 然后这些都可以领 这些都可以领 现在都可以领 领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升级 大象肠吃一个 蘑菇肠 小腊肠 然后魂闭礼包 接下来 再去升下集 我们先把这个 叫做什么 凤凰笑天机 升一下 OK 3200年 那我可以给你升级一列 呃 升星材料有一个 死亡印记有一个 可以升级 那 凤凰笑天机 升到了三星 可以的 然后这个的话 没有素材了 没有素材就升不了 被帮我看一下 熔炼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又拿到了一个 2.5倍尖药水 放到仓库里面去 以后再用 这个手中考虑 就是今天可以领了 OK 又有一个2.5倍尖药水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到仓库里去 同时呢 我们人物可以换上一把 这个三叉集 好的 这样每人都有武器了 每个人的武器都全了 诶 大家来我做门 哇塞 哇塞 我的乌缸差点就不够了 哇塞 又得要买乌缸了 这个消耗的真的快 好的 我们战斗力又多了50万 变成了1650万 然后 然后 真的难受 他说没有人给他传攻 那我就问他有没有加群 下次可以去群里面吼一声 五回阵 应该还可以做点什么吧 这个 这个 父皇内盘可以生下去 但我想 等一等 这40个 300年寿魂我要给 父皇消灯机 升到5000年 然后的话 做门 礼包 零一下 接着背包 儒念一下 OK VIP千年单 就出售了 好的 我感到很欣慰 我们 只剩下 709亿的经验了 然后酒烤的话 其实我今天还有一次次数的 因为我后来买了一次 这个是我想带一下别人的 但还没有时间打 现在的话我想想 这个先不急 今天我就等一等这个黑人猪的礼包 然后顺便做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 其他的做下合成吧 合成一个护腿 坐起 OK 太阳宝留着每天晚上在打 然后天赋的话先不升 其实差不多的 现在我懒得升 升不升都OK OK换了一系列的装备 好的 今天午夜12点场就到这 那我明天的话 最主要就是靠着升级 五局测升级以后 看一下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然后呢通过提升等级 解锁抖罗之路的这个关卡数 好的 然后明天是第三天 后天可以打史莱克学院 然后大后天 我们应该是五倍清晓水 可能是大后天才用 或者是到时候看情况吧 我不知道这个城主的buff 持续时间是多少天 我希望能 在最后的时候再去打 然后呢 别的事情好像真的没有了 我看一下租门的人吧 有没有长时间没有来的 我们就低了 11小时前 今天晚上都没有上线 但是这是今天早上 今天周五来了一下 这个13小时 13小时 稍微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我们说了 规则是离线15小时会踢人 如果这两个超过了15个小时 我就踢了 不管他是不是粉丝 他要尊重规则 然后聪明商店的话 我们现在 可以买股钢 但是我打算兑换这个雷霆万军 我们到时候 重新史莱克成城主 每星期都能拿到 差不多3000的功勋 就城主是2000 但是之前的周四 还有一次 也可以拿到功勋 那差不多就是有3000的功勋 到时候就会非常的爽 其他的 其他的我感觉 哦 这里背包里的 我可以分解一下 全都分解了 这里 全部分解一下 魂魂清合 我就不打算升级 留着每天做任务 升一下 就这样子 好的 那今天午夜场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